台北股市今天大幅度拉回200點 那細微的脈動大中小的一個結構成形 那接下來要如何觀察 我說精采的節目全部都在今天的旗鼓戰當中 務必要收看喔 旗鼓戰首創計畫波浪更勝波浪 喜歡我的觀眾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並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或直接加入我的LINE粉絲團 小老鼠V168 V168 勝利一路發 大家好 我是韻答頭顧黃培索 很高興跟大家見面 台北股市今天本來大幅拉回200點 還好後來收大概跌了90幾點 那這個地方我們談到我說我們主題我說 細微波的脈動 細微波的脈動 大中小的結構成形 好那這樣成形以後接下來你要如何觀察 當然是注意它整個拉回的一個形態 對不對 所謂的大中小是整個這樣子 等於這是其波的一個部分 細微波的脈動 我們從17159上來看 這個已經跟你有追蹤幾天 我說你這邊有一組很標準拉回來 又推出去又一個橫台 目前看來就這兩個橫台 這橫台就一個整理結構 一個推升小整理 一個推升小整理 那這個推升它直接拉回來 這拉回來都已經拉到大概這一區了 所以這一段的一個擴延大概也已經失敗 旗子的部分更明顯了 如果大盤的一個部分 其實是沒有那麼明顯 或許它有一點點機會出現擴延 可是那個是機會不大 我們是直接主張 就是說大概呢12345小波 12345小波 大概就是一個什麼大中小的結構成形 好那這整理接下來 你要怎麼觀察它拉回整理的結構 我常講我說這邊反正它12345波 當然大中小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波形 你先不要理它大中小 你先反正12345小波 這個推升結束 今天還過高19020 本來高點一萬九剛好 今天來19020 大盤也同步過高19023 可是呢那是一個小逼破假突破 然後拉回來 拉回來破這個拉回的低點嘛 有沒有好 那這個進入一個整理型態 初期啦 這初期一般這種結構 你這第五波出去短短的 初期它就來到次市上去 正常它正常這個12345波結束 它初期的整理會先來 是這個地方它是會有支撐 它還會再談 談了以後呢 再整理 那如果直接下一個 這一區是比較終極目標 正常你是大中小的話 這一區是比較終極目標 那當然你第一次來這個地方肯定反彈 彈回去之後 如果再回來這邊又撐住 然後又上去又撐住 這個地方就會出現一個 高檔正大的一個橫台 那如果這種橫台出現的話 時間拉長 那它拉回整理結構 就未必能夠來到這一區 這個很重要你注意聽喔 老師你說這個大中小成形 一般啦一般正常拉回幅度 大概就落在這一區 那當然很漂亮 你拉到這一區的話 如果能夠推另外一個推動 就從這一區開始往上推嘛 那我說你要附帶一個條件 也就是說他這個地方出席整理 第一次他沒辦法來 第一次就來這一區嘛 其實今天有來點到的 今天今天期貨追來到18750 也就接近那一區的上雲的地方 那意思到了 那他你還可以彈回去 彈了一百多天上去有沒有 你正常你這個地方下來 第一次來碰到這肯定要彈 那彈回去 好那當然目前盤中收盤來看 是來彈的不夠高對不對 你說帶彈回去再測一次 然後再下來要上去 這個地方如果橫抬的時間 如果橫抬的時間拉長 注意聽喔如果橫抬的時間拉長 他就會形成一個高檔震盪整理 就未必能夠來到這一區 正常會來到這一區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結構 他第一次來這裡彈 第二次就要來了 好注意聽喔第二次就要來了 如果他第一次還是在那個 橫抬區又上去 就變成一個橫抬震盪了嘛 好這時候你可以觀察 那橫抬震盪你就知道說 他接下來的那個整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意思嗎 當然這個地方都是指針對 針對這個細微的脈動 針對這個細微的脈動 再做 分析做解析而已嘛 就針對這段推完他接下來 短線要怎麼整理 其實最長線的部分 那個要看到周線的部分 周線的部分好久好久以前 跟你談到說他那個有沒有 到18619是一個五大坡完成 從 大盤的8523 8523 上來有沒有推了五大坡走完 然後18619一路下來 我們看他那個 就是這裡 這你看喔 這之前有跟你談 這是8523 這是18619 之前我說這邊五大坡走完 1萬點的多頭行情結束 他這個一個九波格局下來有沒有 九波格局下來 拉回來6000點 之前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說接下來這個至少 至少一個大密波反彈 那個肯定 肯定要超過一年以上 其實你給他看 這個低點是什麼時候 這個低點 那個 12629這個低點 是在前年的10月 10月底那時候有沒有 在前年的10月底 那時候呢 我說接下來是一個大密波的震盪 往上整理反彈有沒有 趨勢要往上 而且他時間會拉很長 那他不是說一路往上飆 沒有他是震盪往上 震盪往上 震盪往上 一路來拉今天又過高了 19023已經過這個18619 過很多了 差不多過很多 那這個過高是不是就有機會 是另一組脈動的一個推動 當然我們不排除 其實這個地方你還特別要小心 就這個最中場線的部分 會不會說這個只是一個 大密波反彈撤高 然後哇一個大氣波下來 那不得了 那個行情是就超級大 目前你先不要看那麼圓 因為你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 不排除他還有機會是一個 推升的架構 也就是說這個整理就 哇就簡單結束了 所以現在你先不要看那麼長 我們就看這一段 一段一段的來 一段一段的來 一段一段的解析 然後把它套在那個 從短線的解析好以後 你怎麼操作 怎麼來應對 把它套在中線的 怎麼來操作 怎麼來應對 再把它套到長線 那這個是 跟你講的這個是超長線 等於說這是超長線 其實這種東西 你放在心裡面就好啦 短線對你食物的幫助 暫時應該是 沒什麼幫助的 因為那是很長線的部分 那個是 他改天短線的發展以後 然後發展成中線以後再說 我還找 只是說突然剛好跟你聊到 這個部分突然想到了 突然想到 好那這部分我們不再贅述 現在短線這個部分 從17151上來 大盤的部分 其實從17159 這一組麥東暫時推完 那推完是不是就結束 沒有 你現在推完 暫時先針對這一組 做一個震盪整理 整理完之後 能不能再推另一段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前幾天有跟你談到 我說NASDA的部分 其實它是屬於 兩長假一短的架構 這個地方整理完 其實它的中長線看似還不錯 回歸到重點在這裡 不是說老是這個1235波 大中小結束了 結束怎麼樣 結束他會針對這段整理而已 那整理完之後 你要把這個整理完之後 把它擺在長線的部分 長線的部分 前幾天有跟你談到 NASDA的部分 我說NASDA的部分 NASDA的部分 這個不是 NASDA的部分在這裡 我拿出來講 NASDA的部分 我有說它有一個兩長假一短的結構 有沒有 兩長假一短的結構 其實雖然說針對 針對這一段 從14477到16080 前幾天有過高 那這一段走完 然後做一個整理 有沒有它前幾天有過高 那不管你頂多差差 比較差一點還在整理 可是這整個結構是兩長假一短 其實這長線結構 看似是還不錯的 比較不是屬於一個完整結構 所以你回到台股來也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你現在細微的脈動 這一組雖然走完 那又怎麼樣 你針對這一組先整理 整理是好事 整理才有拉回來的機會 才有比較便宜的股票可以買 才有比較便宜的點位可以佈局 對不對 只是說這個地方有機會 他就是應該暫時 要先進入一個震盪整理 沒有問題 那震盪是好事 我一直強調 這個地方的一個結構位階 震盪是好事 因為牽扯到NASDA的部分 他整個結構是整個中線長線 看來是還是 結構還是相當健康的 因為他畢竟還沒有出現一個完整的結構 那個是重點 由那個重點然後來套在台股的部分 那短線好沒有關係 這個地方整理 我說如果他很來整理很久 就不一定回到這個地方 會回到這個地方就第二次 就是第二次回來 不會太久 第二次什麼叫第二次 第一次來碰到這一區他會彈 彈回去那一次就要來了 如果那一次再沒來 他就只有一個橫台震盪 就這麼簡單 這是大盤的一個部分 那大盤的部分 以這樣來看的話 那其實針對個股的部分 其實今天大幅度拉回 其實是好事一樁 好事一樁 那你要懂得我說很多個股拉回 你不要一直拉回就想要找買點 哪些個股 其實如果說不管他是如果長線的 一二三十五大坡走完 那種當然就是拉回不要再買房 可是他會陷入一個區間震盪 你可以在一個區間高低做 可是那區間上下緣要等很久 因為那個是我所謂的周線的五大坡 待會我會舉一些例子給你看 短線日線五大坡 一二三十五坡走完 你也不要先暫時不要去介入 那是意思嗎 這待會我們一檔一檔都會來跟你說清楚 講明白我舉了很多例子 舉了很多例子 我們先來看到昨天有跟你談的 特別有比較三檔個股 我說向宜我們要來找他的買賣點 譬如說這一檔5483的中美金 其實他的整個中環架構 整個營運動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可是近期大盤再創高他沒有 因為他這一組先推完207.5 他做一個小A坡拉回整理 橫台式的V坡回來 這個C坡在正常是一個五小坡 當然拉回整理有時候 只有三小坡落在這個地方 那就看這個地方上去 能不能有效重疊這裡有沒有 那有的重疊上去就是三坡 如果沒有一二三十五小坡 這個地方如果有一個五小坡 拉回來這個地方 如果要買我會在這個地方買 你看來5483的中美金 我們來看看今天 今天你看他衝出去最高191.5 還是又殺下來 收到最低186有沒有 收到最低186 當然這是比較溫吞的個股 老師這裡有點重疊 不排除因為你這個結構的話 如果說他這裡重疊的話 你正常其實在這個地方 一點點重疊大概就要下來 但這變成說這有機會 中美金就只有三段四的拉回 那三段四的拉回是不是 極得要最高 不是啊 你還是他會在 還是會在這個地方低檔 如果你想要佈解 還是會落在那個低檔 了解意思嗎 當然你說他今天191.5 是還沒有那麼有效重疊過 了解意思嗎 你這個地方其實這個地方 低點就是191這一區 你不要看這一根棒子 這一區就是191 有沒有 這一區的最低啦 等於是類似一個 一浪的低點就是大概191 191 191.5嘛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最低就是191嘛 191.5 191 就在這裡 今天剛好最低了 今天最高的191.5 所以這還沒有有效重疊 那不排除譬如說1234 還有一個破底下來 那破底下來那個地方呢 他反而會是一個買點 好就我們來分析這檔個股 如果是我想要買他 我會等他落下來再買 這有這個小西支柱下來 我才要買 當然我跟你分析這個東西 未必一定要買他中美金 或許當下也會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只是我們跟你解析 解析在前面 也就是說同樣一檔個股 我們要怎麼樣來解析 他的買賣點是不是一個機會 舉個例子給你聽而已 不是說我一定要來操作 這個五四八三的中美金 我們做結構的一個分享 做結構的分享 就譬如說另一種結構 這一組推完沒關係 他一個ABC下來 這個地方我會佔買方 我未必一定要買他 只是說如果是像這個有走下來 應該是一個漂亮的買點 是一個漂亮的買點 同樣的 820的秦城也是一樣 這一組也是暫時推升結束 他這個營運動能更強 這個820的秦城 其實相關的伺服器機殼 我目前看來 目前看來 3693英邦 820的秦城 其實相對比較來看 以他的營運動能 他的一個成長度來看 820的秦城是相對是比較 勝出的 像我說不是絕對數字 是相對數字 是比較勝出的 你看你看3693英邦 近期就比較溫吞了 包括這個結構 因為他整個營運動能 確實有點比較大幅度衰退 就比較溫吞了 820的秦城 其實他還有機會推另外一段 這一組是另外一組推升出去的 那這一組推升出去的話 你這個拉回 拉回其實大概正常是 12345小時 我大概就在這一區 他現在也來了 可是也來了 是不是來以後馬上要佔買方 我說來了之後 其實 一個推升結束 他拉回 拉回到哪個地方 有三個觀察重點嗎 有沒有 你可以利用三個觀察重點 第一個 他拉回的一個比例 譬如說拉回0.618 拉回0.5 拉回0.382比較強勢的 那個叫拉回的比例 這第一個 做參考依據 第二個 看前一個賣動的 譬如說次儀是上去 有沒有 前一個賣動 譬如說正常他拉回 回落到前一波賣動的 細微波的刺激上去 那是也是一個參考依據 那是第二個參考依據 來輔助判別 第三個比較重要的 最重要的參考依據 就是說他本身 拉回的一個 完整結構出現 其實這個是還比較重要 就我個人的認知 他本身拉回的一個 完整結構出現 什麼叫拉回的完整結構出現 譬如說這個東西 這一波推完 這一波推完 拉回正常一個ABC拉回 ABC拉回 如果說他這邊五段 橫台過來三段 這ABC坡就是一個 類似一個我常講的 拉回整理結構 有一種形態叫做535的形態 五段三段五段 五段A坡 三段B坡 五段C坡 叫做ABC 535的形態 他是一個很標準的拉回整理形態 很標準的拉回整理形態 那這是我剛說的 本身他拉回第三個要件 有沒有第三個一個 輔助判別的很重要的一個依據 本身拉回的一個完整結構 ABC 五段三段五段 535的形態 我的教科書 我的技術 技術課程裡面的 那個書本裡面有特別寫 535的形態 是很標準的一個架構 當然有一個335的 有沒有 335的他拉回 535的形態 那是一個標準的 完整形態 這我跟你說的 他拉回本身的 完整結構 就像這個東西 535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 這一檔個股 如果是這有一個小溪波下來 那我這個地方 我也會想要站在買方 回過頭來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地方 我不會想要買他 不可能 因為我要等這裡要買 我這裡怎麼會買 對不對 你看880的青春 今天呢 今天也是一樣繼續拉回 因為大盤今天不好 他本來就持續在拉回 你看這就是 我說的這邊12345坡 然後這邊橫台三段 然後這裡有一個溪波下來 當然我勢必要等他溪波下來 我才會想要去站在買方 那是不是我一定就要去買 820的青春 也未必 也是跟你做一個什麼樣 技術分析的一個分享而已 好就一檔個股 一檔個股 你要找他的買點 找他的賣點 那適不適合買 可不可以買 你 到底你的理論架構是什麼 你的參考意見是什麼 你的思維是什麼 跟觀眾朋友來做分享而已 可不可以買他 也可以買他 一定要買他也未必 當下因為我們會員的持股本來就不多 當下如果有更好的選擇 當然我會把資金擺在更好的選擇 那一檔個股上面 對不對 那只是說這樣的架構 如果我要選擇要來操作他 我要選擇要操作他 我不會在這個地方 我會在這個地方 了解意思嗎 這是820的青春 那同樣的昨天要跟你談到一檔 三四四檔創業 這個就不一樣 昨天我們要把它做一個ABC上去 因為這個是一個大A波整理 大B波然後這個有個C波下來 其實這個地方 就很有機會 它是一個ABC的一個完整結構 因為他推了一個五小波還算標準 從1880到1400 12345波還標準 標準以後你看喔 重點是他有做一個小A波上來 回撤這個地方 最後一個起跌區 這個是重點 有一個小A波上來 已經來回撤這個起跌區 表示他這個第五波這一組 已經不會擴延了 正常有時候他12345波 結果彈曲一點點 然後又下來 那是5至12345還要在更低點 有沒有 他這個A波上來 已經有來這一區 起跌區了 所以他這個不會擴延 這五波已經成形 那五波成形 你至少基本的 你針對這五小波 你做一個小A波小B波回撤低 你再一個C波上來 同樣的結果你看啊 那今天的三四四三 那 這是短線的這個ABC就是大概落外 你今天大盤本來重挫 重挫快200點 他還漲了4%多 這個三四四三創意你看 還能夠漲 其實近期他是相對弱勢的 可是他就是偏偏選擇在今天漲 漲到1510還漲了4%多 我們昨天才分析他他今天就漲 不是靠運氣 而是他剛好結構呢面臨到 他今天應該要至少有一個小溪波 開始要準備要反彈 雖然說今天剛開始開盤 那個整個氣氛氛圍 整個台股大盤是不太好 一路拉回重挫有沒有 他還是開高上去 還是彈上去 還是彈上去 他1510還漲了4%多 有沒有 三四四三創意啊 所以我說結構會說話 結構會說話 三四四三創意 對不對 你看就是這一組 這一組一二三四五波還算標準 這一段暫時跌完 1880跌到1400 你看重點在這裡 他有一個小A上來了 在這裡 他重點他是有一個小A波 已經坦上來這裡 坦上這一區在這裡 已經來重疊這裡有沒有 表示他這一組第五小波 他已經不會擴延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一個 這個B波回來 昨天到低點1430嘛 那他至少會有一個小C波上來嘛 針對這個小A 小B 我講的是比較短線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小的12345 有沒有看到 1 2嘛對不對 這很標準 這個也不用我教你 你看就看清楚了 有沒有 這個一個小12345波 一個小A上去 是不是有回撤一個B 昨天是不是撤回來 昨天是不是撤回來 為什麼我之前都不講 為什麼昨天才要講 為什麼我昨天才要講 因為他昨天那個地方 我認為他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我說我們跟你分析 剛好今天談到這個股票 就是因為我認為他是一個機會 我才會特別拿出來跟你分析 之前老師你都不分析 之前他是這樣啊 好不好他之前正在推12345波 有什麼好分析 不要分析啊 不用分析嘛 那不用分析以後 他這個A波上去 也不要去追高 有些談到這裡他壓回來 A波也上去啦 B波也回來回來 回撤低啦 這1400昨天到1430嘛 是不是一個機會 是嘛 所以我們昨天特別拿出來 跟你分析 重點在這個地方 那順便跟你比較說 那這個不一樣 你看這個就不一樣 這個就 我覺得如果要操作我要等 這個我也要等 可是這個就不用等 感覺昨天剛好就到那個買點嘛 就這麼簡單 那這是比較短線的部分 再把它看到更長線的部分的話 你看這個創意的話 創意今天表現不錯 大盤重挫 你看他 他本來之前都一路還跌 反而今天逆市長 反而今天逆市長 最長線是長這樣 當然這一組從383到2015 如果你是我觀眾 我這一組追蹤很久很久 我說12345很標準 這超級標準 這個推動節 那有沒有機會 他只是一個大主生段 因為前面還有一段 類似一個主體的結構 大一波大二波 這個都沒什麼好做 不要理他 可是這結構你不能把它忽略 這個都沒什麼好操作 這一段主生段就要做 你看哦 頭部你看我說這主生段一旦走完 2015 你應該有印象 2015的創意到 離現在已經多久了 這是周線 頭部這是周線 你看一下 這樣已經離多久了 2015在知道哪裡啊 在這裡的 頭部2015在這裡啊 這樣多久了 從去年的7月 去年的7月 7 8 9 10 1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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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4 5 6 7 超過半年了7個月 7個月以上的一個整理啊 你看那個周線好像一點點有沒有 這就是我說如果 一般這是大大級數 這個就已經很大 因為是周線圖 這個12345波 這個就已經很大級數了 周線 這個周線的話 其實這五大波走完 其實短線那個結構你都先 就沒什麼好分析 沒什麼好操作 那你硬要做 我是不是說你看 他這個會再有一個區間震盪 你這要耐心等到下緣 然後到上緣 這樣來回做嘛 你看日線更看得出來啦 日線在這裡啊就這一段 差不多這一段在這裡啊 從383到2015啦 是不是很標準的12345波 哇這個是再標準不過了 這那時候都有在跟你追蹤分析啊 最標準的12345波了嘛對不對 這是3443的創意嘛 那這五波走完 你看了383到2000多 1000多塊錢 你是不是做一個ABC整理 那我說這個地方就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小溪波 有沒有機會落在ABC結束 欸 拉到最長線的部分有沒有機會走這一段 當然那個是 我們不排除啊 我這邊我這邊去操作 我說兩個理由 有沒有機會再推另外一段第五大波 有沒有 這是最長線的部分的看法 短線你短線至少 你短線至少這個地方五小波跌完 他做一個小A小B 這地方至少要先談再說 要先談再說嘛 對不對所以你變成怎麼樣 進可攻退可守 這是我們選股的邏輯 那就是我跟你談的 結構把它釐清的重點在這個地方 欸有的該等的你要等 那等完能不能適合操作 你也要看它長線的結構 好像我們剛剛跟你講那個 等完以後其實是可以站在買方的 長線的部分我沒有跟你談 節目時間沒那麼多 有些長線的部分 暫時不能動的 那有的只是小反彈 那是談到刺激上去就沒有了 那一點點而已啊 了解意思嗎 好 這個是這三檔的比較 昨天特別跟你拿出來 跟你做一個解析 跟你做一個解析 那 我說時間都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我們歸來的波形呢 慢慢慢慢它都會走出來 慢慢慢慢它都會走出來 好 那其實大盤這個地方了 講個題外話啦 大幅度拉回重挫 其實是相對健康的 因為有些真的是 比較調皮倒單的個股 那個真的是 只有題材什麼東西都沒有 而且未來我判斷也不會有 都是空口說白話的 都是炒作題材那一種的 本來你接下來又要面臨 年報的一個考驗了 對不對 那個早晚都要見公佈 就醜虛物早晚都要見公佈 那些東西你讓它大幅度拉回 其實對台股相對而言是健康的啦 反而是健康的啦 好事一樁 好不好 這個大盤在這個地方呢 做一個拉回正常整理呢 好事一樁 一些妖魔國外個股呢 該修正的讓它大幅度修正 那我們選的 我說 主生在推動的一個過程的 那一種你盡量去操作 其實操作在推升過程的股票呢 其實會比較勝算比較高 獲率速度也會比較快 好來那一檔一檔來追蹤 來 跟你談這個1316的上耀 這上耀2月12號我們其實介入很漂亮 因為那天它剛好拉回來16.8 我們剛好買在這幾乎相對低 17塊錢 17塊我這是第三波正在走 31 32 33 你就算拉回來34那還有一個3自5 一樣要過高 所以我們去買它17塊2月12號 2月12號 9點多我們就發口訊 你不要這9點多還在18塊多 你不要追高 我們挺你定價在17塊附近才買 這都可以穿價成價 因為最低剛好16.8 16.8有沒有 好 那隔天就18.55了 就賺1塊半了 然後再來 昨天又衝到196 哇 這個對不對2塊6了亮燈漲停 今天又衝 就恭喜亮燈 今天又衝到21.1拉回來 哇這21塊錢等於是我們17塊買 就賺了4塊錢 17塊股票賺4塊其實是 將近25%了 現股是將近25%了 有沒有 好那它的拉回來怎麼觀察 來1316的上耀 這個結構當然 不排除說老師他這邊出了一個123 這個結果拉回來真的是4 被你講只有5 那當然這一組就結束 那需要整理 可是整個中線的部分 其實還是沒有走完 那老師這一段有沒有機會說 這個第三波出現擴緣 然後持續還在走 當然也不排除 所以說他今天雖然創高大幅度拉回 其實整個中長線結構還是怎麼樣 還是健康的 因為他還沒有出現一個 比較波段的完整結構 我說那個波段完整結構 暫時真的是這個操作要暫停 要換股操作 目前是也還沒有 目前是也還沒有 這是1316的上耀 1316的上耀 那一樣重點 你如果說又聽我分析 這幾天又有台魚切要去追 那又昏倒了 那又昏倒了 這如同前幾天的那個 19.2一樣那一天 又昏倒了 很多個股 它的長線結構不錯的 那你要等它拉回的買點 那你拉回來你要敢站在買方 像2月22號那一天你拉回來 你可能又下了屁股尿流 你要有那個認知 你要站在買方 你要拉回來你要站在買方 而不是殺在這裡 你殺在這裡你丟我來撿 撿完就最漂亮 撿完就最漂亮 有沒有 對不對 那到今天21.1 到今天21.1 結果把它釐清 正在運行的當中的 就是說它行進間的拉回 你務必務必站買方 因為那有很多理由 support了你要去 站買方的一個什麼 的那個超級大理由 我說很多 有的是買它直接 還在推薦當中 至少有一個第五小破 這是細微的脈動而已 差不多是細微的脈動而已 那你說細微脈動 拉拉老師這一組走完 就算真的走完又怎麼樣 整個長線走完了沒有 差不多整個長線 也都還沒有出現完整結構 還沒有出現完整結構 好來這是1316上要來 我們來看玻璃K 玻璃K我說這個地方 第五波從這裡出去 或是從這裡 如果從這裡就 如果從這裡5-1 5-2 那159上來就5-3 它也是個推升 那這邊不規則整理 159上來這第五波才剛啟動 有沒有 好那不管重點就是從159上來 159上來 我說他推了五小波到205.5 你不要過去追高有沒有 細微波你要先看清楚 五小波出來你就等它拉回 拉回拉回今天拉回更深 接下來怎麼觀察 老師他推升的結構破壞了沒有 舊線論線8467的玻璃K 來你看一下 我說重點是這一組 他如果推動出去 不管是5-3的推動 還是第五波的推動 剛開始推動都一樣 他是一個推動 因為你看他小時限的部分 是長這樣 有沒有這個推升 那你這個推升 你這個推升 這個推升155波結束 他一拉回來 ABC拉回來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最低來到172.5 172.5 你自己去算 這邊是159 這個是205.5 205.5 這樣拉回 這五小波走完 推升結束 拉回ABC回來 172.5這樣幾趴 拉回的幅度呢 剛剛好0.7 0.7 我說一般正的拉回 不會超過0.75 或0.8 等於是你今天拉回這個地方 來到172.5 等於是這個 如果他推升能夠真的持續的話 我們判斷正確的話 他推升一個小中斷出去 這裡推升一個小中斷出去 一轉二拉回來 拉回來 0.7大概就最臨界了 最臨界了 再出去你這個地方 今天拉回來的低點大概就 很有機會就是他是最低 就是他能夠推升的拉回的 大概最臨界的價錢 不能再低了 再低的話他推升是失敗的 那失敗是你要怎麼解讀 失敗很簡單 同樣那個失敗很簡單 失敗你要怎麼解讀 啊老師他推升失敗 推升失敗等於是 這個結構他又回來嘛 又回來就又在這一區混 那在這一區混的話 當然有老師第五波就短短的 那你要注意他拉回的結構 或是說他停在這一區 那等於是他這個是不規則整理 還在整理階段而已啊 好那是拉到長線的部分 拉到長線的部分 那還在進入整理結構 那你沒關係 你這拉回他再超過 0.75的幅度之後 然後你注意反彈的先賣一趟 就這麼簡單 所以其實那拉回來相對 比較臨界的價區 其實你要 懂得去站在買方 要懂得去站在買方 以小博大 停損相當相當的短 而且這種齁 有時候也未必要停損 因為有時候一拉回來對不對 拉回來以後真的是 他彈回來 因為你切的點很低 你買的點很便宜很低 彈回來你都還有點可以怎麼樣 還有點可以出啊 還可以賣 了解意思嗎 這是玻璃K 這今天剛好拉回來這個結構 是屬於比較臨界的價區 就在這裡172.5 差不多是172.5 像這種結構你要把它釐清 長線的結構把它釐清以後 短線怎麼應對 短線怎麼應對 那原始規劃它 我們原始規劃它是一個推升 推升就要有推升的樣子 你要記住喔 推升就要有推升的樣子 這個拉回 拉回不能超過0.75 就這麼簡單 今天拉回到0.7的幅度 就是最臨界的地方 最臨界的地方還是有機會在 就如同我們判斷 這是一個推動 推動要有推動的樣子 它的樣子破壞了 你就要懂得怎麼樣 懂得去怎麼樣 應對進退 了解意思嗎 該出該把檔的就要懂得把檔 先觀察 因為它要進入整理 它要持續進入整理的結構 這是玻璃K 頭部你看我們在跟你操作 不管是進場出場 續報還是出場 全部都是有所本 有憑有據 那這些東西我們都隨時都在觀察 也說我們現在 譬如說我準備想要買的股票 剛剛跟你舉例 如果是像中美金這樣拉回那裡 我會想要再買方 如果是秦城 我也想要再買 如果是馬上可以買的 也把它釐清 然後現在的部位 會員持股的一個部位 我們也懂得說 它現在的結構位階 是屬於哪個結構 我們要續報 還是出清 還是怎麼樣 再加碼 減碼 就這麼簡單 都是要有理論架構 然後去做動作 我們是這樣帶會員的 特別我們是這樣帶會員的 那這些理論架構 這些波形的一個探討研究 其實我也每天都會把它放在 我們的Live粉絲團裡面 大家一起來 也不令跟你分享 那這個Live粉絲團都是免費的 你可以用Live去搜尋 小老鼠V168 勝利一路發 按加入就可以了 按加入就可以了 那這些東西 我每天都會把一些譬如說 富途解說 然後有一些 包括大盤 包括個股的部分 還有一些波形的比較 波形的比較 你趕快把它加入我們的Live粉絲團 那就可以趕快收到很多的訊息 收到很多訊息 好 這是8467的玻璃K 8467的玻璃K 昨天表面不錯 那這來昌和我們講快一點 這還是低檔 今天大盤中挫 他其實也還平盤 沒什麼動 沒什麼動 平盤 反正他也漲上去平盤而已 收平盤144.5 最高是152 喬村也是一個比較長線的結構 喬村2062今天大盤中挫他有沒有 我說這個選股就是在大盤中挫 你就可以發現了 2062喬村他也是平盤 也是平盤都還好 也就是說你大盤在拉回中挫的過程 其實我們選擇個股 還是可以避掉那個 比較短線的系統性的風險 因為畢竟那個結構是在相對很低 喬村的長線的部分是在相對很低 我可以看過 那6538的喬村 目前以現階段的中級數的位階 也是在相對低檔的 都是有保護作用 都有保護作用 對不對 來這是2062的喬村 那你看我說我們很多長線的結構 短線轉強轉弱大家都看得懂 長線的多空判斷才是分析的價值 相信你八九十十一十二有看我節目的 五二二五的東科 五二二五的東科 東科KY 你應該聽我講的N變 你應該聽我講的N變 大盤在今天重挫的過程 他還亮燈漲停 再創波段新高 這都如我們之前跟你預期有沒有 來五二五的東科 今天還創高今天亮燈 今天亮燈有沒有 今天亮燈還創高今天大盤 98.4漲停板98.4 有沒有幾乎收漲停板 984嚇死人 這檔股票之前有沒有 我說這股票他會震盪 然後一路晚上走高 震盪一路晚上走高 9月份在這裡 9月份在這裡 我說震盪一路晚上走高 震盪一路晚上走高 震盪一路 都如我們的規劃 那時候給你 我說他這個股票 當然爆得越久領得越多 當然你也不是一直 爆爆爆爆爆一輩子 爆到如果說 他的中線部分有出現一個完整結構 那當然就是可以見好就收了 我說爆得越久領得越多 不是讓你爆一輩子 沒有那回事情 爆到他有出現一個完整結構的時候 那就是你獲利落袋的時候 525的東科 525的東科有沒有 我說時間都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時間都會站在整個波形都走出來 那時候特別跟你談到這樣 我說他的結構就長這樣 也一模一樣 現在也如我們規劃 如我們預期一路一路推上 現在98.4再亮燈 尤其是今天是難能可貴 今天大盤中錯那麼多 他還能夠攻到漲停板 還能夠攻到漲停板 為什麼 我說後面的營運動能 本來在之前 八九一份就預期說他 其實今年本來就會很不錯 本來就很不錯 那個股價是相對便宜的要命 便宜的要命 好 這是525的東科 對不對 525東科 來 頭部我們跟你談到 我說有短線的 剛剛跟你講 你要去現階段 我說他大盤拉回是好事情 有一些妖魔鬼怪把它除一除 真的什麼都沒有的東西 對不對 該拉回的拉回 就比較會比較健康 會比較健康 那重點是我說 比較 到就是說中規中矩的股票 明門正門的股票也一樣 一個結構完整你還是要整理 有短線的五小坡 譬如說這個技嘉 短線五小坡了 他這個短線都 沒什麼好操作 對不對 都沒什麼好操作 這個偽創也是啊 這五小坡走完 這短線就是要整理 就沒什麼好操作了 有沒有 你像這種東西你去操作 今天還不是就拉回來 有沒有 那2376技嘉也是啊 這都展開前面 不是馬後炮對不對 那齊鴻齊鴻也是啊 3017的齊鴻 這種東西短線都不適合操作 有沒有 3017的齊鴻 這個不適合操作 這個我不在 那見頂像這種 之前十月十一月跟你談 我說這個拉回來 161是買一點 我買170 這一大坡 兩大坡三大坡 這ABC整理 然後他會複式整理 還是有個第五大坡過高 本來217高點 217.5高點 後來他漲到了236.5 這第五坡已經出去了 這邊做一個ABC整理 有沒有 這比較大的大型ABC 我畫周線 因為這838上來 838在這裡 那時候是畫日線 因為現在很長了 我畫周線 有沒有 到131拉回到217 131拉回到217 這三結束 這邊整理 整理完還是有個第五大坡 現在很多股票是像這樣 之前我們都說他123 然後還有一個第五大坡對不對 有做第三坡有做第五坡 很多股票已經都走到第五坡出去了 那一種出去的個股 第五坡你要注意看他有沒有擴延 沒有擴延的話 他有時候就 第五坡就結束了 結束以後 接下來這檔股票暫時就不適合操作 我說你要耐心就區間震盪 區間操作 整個推升的結構就暫時沒有了 可是他是不是全面崩盤 不是 他會來來回回震盪整理 這種是第五坡出去的 對不對 你就不要過路去最高了 你注意看他有沒有擴延 沒有的話這就結束了 他會來回區間震盪整理 就這麼簡單 3044的見頂也是一檔 信鴻科也是本來是123而已 有沒有 他現在已經走到從這667啊 從這667 從這667啊 已經走到現在已經到155 15.5了 他已經五小坡 這第五坡如果沒有擴延也是 這種東西都很多現在 現在位階剛好在第五坡那種結構 你暫時就要先避開了 有的就見好就收了 不要再貿然再進場 我拉回趕快再找買點 不是 因為他就面臨到第五坡 那有時候一拉回整理的結果 是就拉很久很久了 就很久很久了 那滑通也是 滑通本來123我們做3嘛 做3做完以後對不對 這3結束3的五小坡嘛 3結束以後對不對 在這裡啊 按照整理4還有個5嘛 有沒有 現在到823 這也是都第五坡 第五坡都成型 成型以後的股票 我終於要跟你講 五坡走完以後 改天會再找一些 周性五坡那種走完 那你也不要操作了 就他就會區間正常 而且那一整理整理很久 尤其是如果周線五大坡走完的個股 那整理都至少超過一年半 大A大B大C 了解是嗎 大A大B大C 那一種推升站值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那這種是比較中線的五大坡走完 也是要整理很久 也是要整理很久 你就是避開那種五大坡 已經走完的個股嘛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很簡單 可以找出來 好 了解是嗎 你現階段的操作 如果大盤配合說 好 開始 你要注意他拉回整理的結構 那拉回整理我說是好事 那很多其他的個股呢 反而浮現更漂亮的買點跑出來 重點你要看得懂 重點你要看得懂 好 了解意思嗎 好 其他的我就不再贅述 這聯軍也是啊 聯軍也是五波 這都第五波出去 沒有擴援就沒有 華碩暫時這周線也是啊 502有沒有 這些我能找的暫時我就先找給你 暫時我就先找給你 其他的還有一堆啦 哇 這股票很多啊 還有一大堆一大堆 好 來 我們來看到聊天室的一個部分 謝謝啦 東方應潔 說真理的老師啊 大師的黃培塑 還有蔡老師 不管 這個AB三雄 這三雄 這個雄 這難聽 要押地或日白 沒關係這個 好 這個私底下再聊 私底下再聊 來 一樣我們再回到大盤 我說大盤其實這個地方 如果能夠真的拉回四好四 尤其如果說它大中小成型 如果拉回到標準區 那更是好四一樁啊 那真的更是好四一樁 那如果有這樣的結構 你要注意很多妖魔鬼告個股 那個拉回修正的幅度 可能就會超乎你的預期 要有心理準備 要有心理準備 可是很多低檔它其實暫時 如果說一大一樁它只是不動而已 有沒有 那有的拉回 反而提供更好的買點 這些東西你要反而怎麼樣 反而要把它掌握住 它反而是一個機會 反而是一個機會 你要看得懂的老師才有辦法 帶你這樣做 要看得懂的老師才有辦法帶你這樣做 我說你喜歡我分析的 你可以直接加入我們團隊 然後邊做邊學習 或是歡迎你加入我的Line 那喜歡我分析的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重點是要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或加入我的Line粉絲團 小老鼠V168 勝利一路發 我們今天節目到此 謝謝大家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並自負投資人